星期一繼續有贏波攻略 經過星期六日大家都辛苦了 因為看節目也看長一點 當然啦 播放得多一點 但星期一大家先休息一下 一點點 今天贏波攻略有三場播放給大家介紹一下 先來一場得月賽事 得月有時的播放我其實也看過很多 其實得月跟得甲是兩種異味 你以為很多賽事是一面倒 或是很容易贏的 其實得月是另一個世界 等於有些人說中超和中甲等等 等於月級聯賽跟甲級聯賽是兩種異味 得月也是 不如看看這場有沒有特別的想法 這場是科特布斯主場出戰哈法柏林 兩隊都是前列球隊 科特布斯排了第四位 哈法柏林排第二位 當然這兩支也是今屆升班的熱門 其中之一 但科特布斯這班球近期就差一點 反覆一點 尤其是在作客情況下 相對他們的能力是差一點 居然 剛剛那一場在周中開快車 一比三輸給申達後心 這對球都很差的 居然一比三輸給對手 但之前三比一 他又很厲害 他又贏布倫瑞克 真的很有趣 德月球隊的主和客的差別 可以一天一地 作客又輸給凱莎頓 但主場也贏得雷斯頓 唯一之前的和球 就是二比二和了波琴 當然我自己覺得走勢很正常 主強就客弱 就是科特布斯 但入球能力都可以 其實今年也是一支 中德月 入得又失得的球隊 當然失球不算超多 但也有十七個失球 但入球也有二十四個 所以排前也很合理 哈法柏林這班球 近期戰績都可以的 近五場三勝兩和 我大略嫌這班球 強攻能力不算很強 不算很厲害 主場只是和了科龍 相對來說 這對哈法柏林 我的感覺是 防守能力算偏高 當然他入球也是 整個得月最多 但有時他也很看 又會不會很順 如果打得順 他能夠作客6比0 就贏薩達侯心 也作客4比0 贏奧握 這樣的數據 其實好看一班球 他突擊是一個強攻 很明顯的 反而主場贏勝寶利 就贏一顆 零比零和 因高斯達特 一比一和 科龍 反而是否這場球作客又會好一點呢 好一點 可能會聽得慌一點 因為作客 不用壓力在別人身上 不是在我們身上 所以這場球 我想入球大了 因為兩隊的入球能力有保證 還有指數不是多 看初盤就是 客隊哈巴巴人讓評判 入球大是兩球半 到現在也是 兩球半 我不想 入球大 因為這場球 兩隊都會頗主攻 尤其是哈巴 作客 贏4球 又有6比1 又有正贏2球 即是每場球都入到3球 所以這場球2球半 隨時一隊都入到3球 對 因為哈巴真的突擊能力強 作客入球更多於主場19球 所以暫時八場19球 所以這場球還可以 不過布斯更加不用想 主場也是很強 八場入到15球 所以這場球 不如簡單一點 入球大就算了 我都覺得贏輸得很難 接著去場英超賽事 星期一晚上 看看哪一場 就是紐卡蘇 對著韋根 紐卡蘇 近期搞不定 真是穿空 完全是被他偷雞了 領先著作客 領先著史督城 但都要輸回1比2 近場未贏過之餘 只和了瑪利迪莫 還要那場是歐霸杯 無關痛養的賽事 還要主場1比1 逼和 後方才頑皮 這也是近期紐卡蘇的死傑 以及雙兵比較多 這也是紐卡蘇的近期不太好處 所以還要打快車 輸完給修咸頓 都還未調整好 又要做一下史督城 又要輸完 這場就算是主場之利 我都頗擔心這班球 雖然那一天 帕比斯思思終於入球 但問題就是撿雞 他的表現就是 完全未上力 相對韋根 0比2輸給萬成 沒有說話可說 但攻勢也相當多 主場也贏過雷丁 之前0比3輸給利物浦 和1比2輸給西暴朗 其實這幾場所有輸球都沒有說話可說 但他們曾經再贏過熱刺 傑仔這場有什麼心水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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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入多球算了 因為都... 兩隊都幾反復 一些成績 尤其是柳卡蘇 好一輪 這陣子又忽然之間又... 所以... 算了 都是想入球大 入球大 那我自己都... 繼續追 劉卡蘇對面 我真的覺得... 其實你看到幾場輸球 他對著萬成這些輸 沒說話可說 但他的攻勢也相當多 大家也知道 其實韋根今年的侵略性 和踢出來的風格都相當好 所以這場球... 如果你看回整班球的結構 即是3-4-2-1 或是3-5-2 其實他的桿尼和迪森圖 幾個前面 都全部能入球 以及突擊能力相當強 我相信近期柳卡蘇的防線 是未必抵擋到 再次在前線的入球能力太低了 近期那些入球 那些球員根本是... 只有84入球 其實球員好像剛才拍給CCC 叫做執雞 完全是發揮不到出來 所以傑仔就要入球大 我就要下盤捧一捧 客軍的圍根 最後一場賽事 就是西維爾對著華拉杜烈 西維爾的走勢都明顯 即是叫做主強客躍 主場就已經大炒貝迪斯 在安達羅莎打比 作客近期西班牙盃的那場 對著埃斯賓奧 3-0贏球 全恩對手打少一個 再者拿著3-1去踢 當然好踢 座客比較差 1-2輸給畢爾包 以及0-4輸給馬體會 都踢到不知像什麼 曾經主場和利雲特 近五場只能兩勝一和兩副 華拉杜烈這班球 我覺得可以稱讚的地方就是 他無論贏輸也好 他的場面不會太差 他往往很有鬥心 所以他現在排在第九 他也是不無道理 他0-3輸給貝迪斯 那場是西班牙盃 但是1-0主場 就是聯賽最重要的 拿3分 格蘭納達 以及主場1-1和華倫西亞 作客基達菲輸1-2 我也沒話可說 曾經作客贏了奧沙辛 所以在近期拿7分 很重要 嚴格上來說 我覺得周中那場的西班牙盃 其實華拉杜烈是有流力的 有幾個主力沒有出 尤其中場 尤其是盧比奧 後場的盧卡雲 甚至華里安迪等等 都沒有上陣 甚至安哥拉射手 文勞組完全後皮直都沒有擺 而且杰仔 很想聯賽搶分 你覺得華拉杜烈有沒有機會呢? 也有這場球 因為看西維爾 也是很反覆 作客大炒給馬蒂會 主場又大炒貝迪斯 但是對上一場的主場 又和了利雲特 也不是那麼穩定 如你所說華拉杜烈 很搶分 很心急 聯賽 這場球 看回初盤 主隊西維爾一樣一球 入球帶勢兩球半 現在降到半一 一球帶勢兩球半沒有變 你說如果 看近期的走信 我覺得華拉杜烈有機會頂到 或者可能真的緊輸一球 所以 半一的話我看好下半 我也要入球大 我覺得華拉杜烈隨時作客都能入球 還有當然西維爾主場 他又好像上了新另一隊球 所以這場球 阿杰仔喜歡過客隊 即下半 我自己喜歡過入球大的 這場球 我覺得兩隊合起來 都應該很有機會 你見到他輸給吉達菲 就是緊輸 即下半一場 起碼能入球 就是輸給貝迪斯 0.31 債輸 其他之前的賽事 他長長都能入球 很少能入球 所以這場球 阿杰仔喜歡懷得到你 我也喜歡入球 好 星期一的贏球攻略就是這麼多 因為簡單單 當然 還要上Bobo18當 看看我們其他的提示 還有語音半場分析 還有語音賽前分析 當然還有動新聞和入球片段 等等的重溫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繼續 明天後日 當然繼續有野波攻略 拜拜 拜拜